今天就要拆招牌 因為我要趕著去幾個地方 想付錢人家都賺不到 因為個個都不空 很難找人 難找人不如靠自己 現在花錢請人都很難 不過不要緊 我們就當運動 其實我以前都是做三行的 所以不怕 不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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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看 在這裏很感謝有位在外國回來的教授 很有權威 專門在外國回來支持網紅兵室 他看到我的拆招牌 其實我都不認識他 但他就在街上站了大半個小時 因為我這個過程 就足足用了大半個小時才拆完 他就 拿到手軟 事後就給了這條片給我 多謝這位外國回來的朋友 其實本來我約了人拆 但那個師傅可能嫌一些工程小 然後再找其他人 其他人又要搭棚 或者搭雷架 反正就要收我性皮 所以我不想受制於人 以及我很珍惜在香港的機會 所以如果我能力範圍做到 那算吧 我很快 其實我浪費大半個小時就拆好了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